2018高雄國際麻 松極將於2月25號在高雄國家體育場執行 13號晚上在試運大道進行點燈儀式 有雙如富秘書長、教育局範訓率局長等 一起見證3000顆燈籠點亮的瞬間 這也象徵著賽事準備完成 歡迎國內外跑者一同前來唯一的元宵燈會馬拉松 長達約800公尺的試運大道 由十所學校協力彩繪完成1000顆的燈籠 由雙如富秘書長協同其他貴賓 一起在團園平安高雄馬七字燈籠上庶民 期望高雄馬拉松平安順利 辦訓率局長表示高雄國際馬拉松在元宵期間舉辦 就是與過去最大不同的地方 馬拉松點燈活動在全國的馬拉松都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在元宵燈會期間舉辦 那試運大道如此美麗 整個長長的一個大道有800公尺 所以今年有十個學校參與 裡面有彩繪了1000盞燈 還加上原有準備的彩燈又有3000盞的燈 然後每一個燈都有顏色的區隔 其實馬拉松選手要報到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自己屬於哪一個區域 既有此事的作用也是配合元宵燈會 所以打造了全國獨一無二的叫做燈會的馬拉松 喜愛馬拉松的朋友們 2月25號早上不要錯過博士運動一台的Live轉播 以上新聞是由蔡昊成廖志偉在高雄的綜合報導